中非论坛三年一度 这次是在北京登场三年一次 上一次是因为疫情 所以用视讯 非洲国家的元首 算是隔了六年再建了一次面 三年要向非洲国家提供总经费 3600亿人民币 特别注意 这次所有的对话文章 或在现场的演讲 都是用人民币来做计价说明 3600亿人民币 当中10亿人民币是无偿的军事援助 其他款项就特别淡化 无偿这两个字 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陆现在的经济状况 如果让老百姓听到 3600亿人民币改善民生不好吗 这种声音是会有的 所以说其他的项目是否是无偿 是否是滴滴贷款 报道里面并没有仔细的说明 问一下亮哥 大陆经济眼前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之前来得好 中非论坛就有人批大撒钱 到底跟非洲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跟你讲 非洲大陆54个国家 平均经济成长率超过4% 那是在国际成长之上 那几乎大部分的国家第一道贸易伙伴都是中国 那中国是一个大量的外贸国家 加上基建在非洲拿到订单 那目前在非洲的移民 真正的移民 我认为中国大陆在非洲的移民 已经超过150万人 所以我是觉得 你这样要理解中国 你不能只从国内 说这个钱花在国内多好 你去非洲所创造的新的就业人口 他要吃要用 可能都是买中国货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比如说中国现在跟非洲的总贸易 已经将近3000亿美元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嘛 就是因为非洲崛起嘛 他虽然崛起的比较慢 那个基期比较低 可是真的就是在崛起嘛 那你现在贸易量已经到了将近3000亿美元 然后非洲现在整体的GDP 也接近3兆美元 那当然还是很低啦 因为东南亚已经超过3兆 可是他未来还会增加啊 那你认为中国需不需要培养一个 你订单最稳定的地方 而且几乎没有人跟你竞争 那是个总体了 就是王毅之前讲说 非洲的兄弟一个不能少嘛 这次54个国家来了53个 只有一个台湾的邦交国 史瓦蒂尼没有去 但是 非洲国家 就像这个金灿荣讲的 良悠不起 对 良悠不起 有些人就真的是来这边喊一喊一钟 支持一钟 然后 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就要到钱了 来北京吃吃喝喝逛大官员 对可是你不要忘了 人家联合国是投给你的 也是有一票就对了 当然啊 而且 我坦白讲 中国大陆以前讲过一句话 是非洲兄弟 把我们抬进联合国 我跟你讲 政治的 伙伴关系有时候 不是看一时一时的啦 你要看长期的啦 人家把你抬进联合国 然后在联合国跟美国对决的时候 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那你的经济 非洲也在崛起 以前我们都只看到南非嘛 对不对 非洲现在第一大经济国家是奈吉利亚 嗯 已经超过南非了 那阿尔及利亚 埃及也在崛起啊 嗯 那中国大陆最好关系的是东非的 伊索皮亚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布非洲这个局布的很远啊 哦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只是老百姓看不到那么远 对 我因为老百姓现在生活不好 是 所以他会抱怨 3600亿人民明不下嘛 不然那个是三年啦 一年1200亿啦 也是很大的钱 嗯 当然没有错 哦 那因为中国大陆目前是这样嘛 嗯 出口不错 那产业有升级 然后 可是呢国内复苏 比喻其慢嘛 嗯 那房地产就是糟糕嘛 那所以 连带的劳力秘籍产业外移 嗯 就是美国那个有望外包 造成一大堆外移 所以你 你确实失业率是增加了 因为光是房地产 跟劳力秘籍产业外移 这个就够累了 就够累了吧 嗯 就是这样 BBC有个评论啦 为什么中国要撒这么多钱啊 在非洲要刷存在感 到底哪几个方面呢 包括了 铁路债务军事合作 那个 这报道里面我看说 现在有些 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合作 解放军去协助一些部队的训练 等等 我觉得可能 接下来就轮到军售了啦 对 因为俄罗斯现在打仗 自己武器不够用 对 军武的市场确实被中国大陆吃了很多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据说当地的黑人为主的部队 还会喊 1212 喊的是中文 李政 据我了解 有一个国家部队就是解放军代训 讲中文 1212 李政 这个我很难想象 来几个重点 刚刚讲的铁路债务军事合作 就像刚刚亮哥讲的 联合国 不管非洲国家粮油不及 一国是一票 投票的时候就看得出来 这些钱花的值不值得 另外就是武器的市场 中国大陆的武器慢慢要取代 或吃掉 俄罗斯 我在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就看得更清楚了 非洲人口12亿6千万 目前中产阶级是9千万 9千万如果要买汽车 你认为会买谁的汽车 一定是买性价比最好的 那中国的汽车 平均是美国日本汽车价格一半 那以非洲目前的成长速度 它可能一年 中产阶级会增加1千万 那光是这个汽车市场 你想想有多大 这电动市场 我也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包括了铜跟钩 电动车所需要的矿产 非洲很多 是啊 所以可以奠定了 这大陆这一两年 电动车崛起的 稳固的材料来源 所以说这中非论坛有人批评 自己经济不好 打中脸皮充胖子 不过也有就是看的比较远 亮哥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因为你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讲美国啊 美国没有穷人吗 美国没有缴健保费的超过4千万人 美国也在圆外啊 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批评美国啊 对不对 我认为那台湾也不用搞外交啊 我们也有穷人啊